我们其实在国际间 大家就在讲了 在目前为止 我们台湾当然是在选举 但是国际间大家在 也是美中之间 新的一年会怎么样来进行 原因是因为在南海的这个地方 发现本来跟美国站在一起的 菲律宾目前 有一点点的焦头烂额 内部的部分 他们因为现在有 共产党带来的威胁 菲律宾共产党带来的威胁 所以双方从11月底 到目前为止 有爆发内战的状况 好 内部的问题必须要解决 小马可是当然还会有什么 之前在南海这一边 跟大陆跟中国这边 所产生的一些问题跟纷扰 所以现在他希望缓一些了 他直接的讲 中非南海问题 希望由菲律宾人自己解决 看起来想要缓一些下来 因为对岸他们的国防部 也开始有讲出 不会对姿势挑衅 做事不管 开始有更明确的一个态度 来回应了 而美国呢 你会想问这个老大哥 他其实一直给他撑腰 美国一直以来在军事上面 他知道中方是他的一个对手 所以他们其实好几年之前 就已经开始在讲了 美国的海军陆战队 是不是应该会抗衡中国来转型 三年前就有这样子一个计划 希望能够应对印太地区的军事承诺 可是也有人会有所担心了 说这会不会是牺牲陆战队的全球反应能力 原因是因为你要把这一些的军队 变得比较快比较小 然后比较重视在海上力量的话 他们也担心是不是为了这个区 反而让他全球的一个作战能力受到影响 而为什么他们会这么在意 当然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在十年前 当时他们在中国的情报网被连根拔起 现在就会有非常多的暗中较量 他们也直接的讲了 CIA局长有说 基本上他们已经转向为大国冲突来做准备 他们很在意的其实 是到底对于中方内部情资的了解 能不能够重新建立这个情报网 华尔街日报有特别提到了 如果是现在的话 他们确实对于习近平他内部来说 有一种几乎失明的状态 所以他们希望能够增加自己的情报 搜集能力 而内部也认为 目前的状态就是很难打进 到底知道习近平他的决策军的状态是什么 当然中方其实近几年 他们也一直在做所谓的反间谍行动 也对美方有进行勤搜 毕竟中国 现在中国跟过往的中国已经今非昔比 现在的中国国安部说也会利用 AI技术跟CIA是直接进行较量的 而CIA现在他们也自己在讲 他们有在讲什么 他说过去三年用于中国任务的预算 已经增加了一倍了 因为他们希望能够重建对中国的情报网 中方就很生气 所以你这讲法不是有点太过了吗 我们绝对不会忍气吞声 他们也说了 其实2009年他们就知道 美国有在对华为这边来进行渗透 所以两边美中双方 两个大国之间 你对我做情报工作 我对你做反情报工作 是这个情方 这个紧张的情势 即便说两军已经开始恢复对话了 还是依旧会存在的 因为现在美中之间的较量 不只在军事上 但你来看到的是 在今年所发生一个比较大的变化 全球有两成的原油交易 目前结算已经不再用美元了 这确实就是在这一年来 短短的一年时间 快速的在发生 之后还有可能会继续加速 影响的原因 除了有战争之外 还有的是各国 他们开始有做不同的结盟 有加入不同的团体 他们开始有不同的思考 全部都是回到自己 为自己出发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跟美国所谓的国家利益 是不是就不太一样了呢 回过头要请教赖老师 怎么样来看 好 菲律宾现在有点内忧外患 因为他们跟非共之间的内战 最近刚爆发 菲律宾在前总统小 那个杜特地 五年的期间 由于他很快的转向 他一上来就转向 跟中国大陆修补过去不好的关系 因为阿基诺三世的时候 那时候香港人到菲律宾 被歹徒劫持 然后造成了香港的警方 在筹备没有完整之前 贸然的攻击 然后死了很多香港人 再加上在当时南海的矛盾冲突 中非的关系不好 经济也很糟 治安也恶化 毒品的情况很泛滥 台湾的旅客到菲律宾去 也受到很多的威胁 甚至菲律宾的这些军人 那么杀了台湾的渔船的船长 所以造成了 也跟台湾的关系很紧张 这个都是在于前一任的总统 他本身跟美国的勾连很深 造成的一个结果 那杜特地上来了以后 就整个推翻了 他改善了跟中国大陆关系以后 那就用心在治理内政 跟把菲律宾的经济搞得比较好 所以那个时候 由于中非的关系改善的情形下 他不用花很多的心力在南海 他在内部的经济建设 建那么各方面 那么整顿警察 整顿军队 然后内部的经济就一直好起来 小马克思刚上来的时候 跟杜特地是结合的 跟他的女儿合作 因为北部跟南部 因为杜特地的势力是在南部 小马克思在北部 可是小马克思的力量 并不足以赢的整个菲律宾 所以他只能够跟杜特地合作 可是他上来了以后 刚开始也是寻杜特地的路走 跟中国大陆关系也很好 结果美国施加了很多影响力 跟压力以后 小马克思180度转变 南海的地方就越搞越糟了 越来越紧张 越来越激烈的情形下 那么中国大陆在菲律宾的投资 几乎都停掉了 过去的合作都停掉了 菲律宾的经济开始恶化 经济恶化以后 内部的矛盾越来越起来了 所以我觉得在菲律宾的南部 甚至有很多的穆斯林 开始在攻击当地的政府 因为经济恶化的时候 那就过去的这种内乱 就开始出现了 杜特地的女儿跟马克思 福音道尉扬飙 我们看到小马克思 现在又回过来 想要修补跟中国大陆关系 可是问题就在于 他现在鼓掌难民 因为他的军方跟随美国走 小马克思他这一次 接收日本的访问的时候 他等于是间接的说 都是美国人在那边 叫我去搞任爱交 我现在告诉美国人说 我自己来搞 你不要搞 那这不是就是在国际媒体 透过日本人告诉全世界说 就是美国人叫我搞的 那现在的情况是 我的军队听他的 而他并不听我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他也没有任何方法 来解决问题 好 我们先进下广告 广告回来我们继续来说 好 我们讲了美中双方 除了在情报上面 彼此对抗之外 还有什么军事上面 请教小舰长 因为美军说海军陆战队的转型 其实就是为了中国 的确是他现在的整个的转型 他转型到底做了什么 他转型其实他削减了一些步兵营 也就是他的人数开始缩减 然后另外他牵引式火炮 那个全部几乎不要了 他要用海马斯来取代 另外他也不需要 他也削减所谓的直升机中队 然后放弃了所有的M1A2 他当美国的陆战队 放弃M1A2的时候 我想请问一下陆军 你买M1A2 你会不会觉得心里毛毛的 有关于陆战队 就是美国陆战队 他这个叫做2030的兵力设计 他就是想要在岛屿上面 部署所谓的海马斯 跟部署所谓的反舰飞弹 那这一个 他为什么可以在删减人的情况之下 还可以这样的使用这些精密装备 因为图出现了 如果我用讲的 大家一定看不懂 他其实都是完全的无人化 我们这边看不到驾驶 可是我们会看到非常多的天线 因为他都是用 Data Link来导引这一些 我们可以看到上面的这一个 他非常的像海马斯 可是他不是海马斯 那这一个是我们台湾有非常多的军迷 在敲碗说海军打极飞弹说我们也要 那这样的一个兵力的改变 事实上的结果是什么 我们目前还不知道 但是我们已经看到海马斯的试射是什么 今年4月小马可是在苏比克湾外面 他看了一下这个美国所进行的海马斯的试射 就是根本都没命中 而且是六枚都没命中 你不是开玩笑吗 而且他在沖繩 他也这上面这部车也是海马斯的车 也就是未来他会成为一个陆战队的跃脚 但是这一个问题跟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美国海军的滨海战斗舰如出一策 当初的辩论其实并没有完成 只是长官说了算 由上而下 结果现在滨海战斗舰变成这个烂样子 然后有长官要站出来吗 台湾没有 美国也没有 大家都是磨磨鼻子假装不知道 但是这样的浪费国防预算 对国家来讲都是打击 好我们先进广告 广告回来 我们要请董哥帮我们总结 最后要请董哥帮我们总结 对 大家可以看到美国的情报 它势力无所不在 但是因为他们现在又跟中国在有科技战 所以其实中国大陆很早就有查解了 他们在2010年到2012年那两年之间 大吉破后在中国大陆的 美国CIA的间谍网 抓了三十几个 这些人很多就被处决后的被枪毙 因为对中国大陆来讲这太严重了 美国过去是怎么样 因为中国大陆跟台湾过去很像 我们早年很多人就去美国留学 因为我们知道西方文明 从这里把英文 把各种科技这里卸回来 就海龟派 大陆派很多人去就被吸收了 后来中国大陆觉得这一块 怎么被吸收那么多 他们就开始去整顿 然后美国就从留学日本的 留学欧洲的那边下手 所以那边又很多人被吸收 他们前阵子公布了 抓了一个姓郝的39岁 还有一个留学派去意大利的 这些都是姓郝 CIA派在中国的姓郝 其实它一直在部署 中国大陆现在很有警觉 就是说你们现在搞这一块